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两位一座 带大家来监督市政 让我们的旧事越来越好 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七土区市议员张肯辉张一座 小军好 我们冠仪好 我们中佳其隆的观众朋友 及网站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肯辉 大家好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陈冠宇 我们第二组成小军姐好 然后我们在议会老大 就是张肯辉张一座 然后还有各位在电视机 或在电脑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冠宇一座好 今天的内容很精彩 我们先带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亮点建设 何时启用 当时林市长已经即将戒盘两年了 有没有对我们林市长表达墙内的执行他的政界的对线 我今天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礼拜我都有关注 广关我们看上队上任我们不到半年的谢市长的电动机车 就可穷追猛打 这件是第六届 收尾其定 我那任天迈向二十几年 没有看到一个纪录 纯一将仁慈叫厚道的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议员指出的这些工程确实是有问题 才一直没有办法完工启用 他会带领市府团队克服问题 尽早完工 因为他过去真的是有很多的变更设计 有很多的延档 那我们自己去看过 他施工也是不良 那现在市民朋友有一些误解 他会觉得说好像市长已经去开箱过了 甚至蔡总统已经去了 所以是不是已经准备要开幕了 可是其实他们去那边戴着工程帽其实是对的 因为其实那个工地还有一些危险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地方我们不可以让民众在安全 还没有解除施工完全的这些缺失 没有更正以前 是不可以让民众去使用这个程序转应战 那我们目前已经在第四次的变更设计定案 会继续施工 所有的缺失都会改善后才能够完工启用 像这样民众很引谨期盼的这些亮点建设 还包括了我们的基隆塔 今天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耿惠一座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有很多亮点建设 因此要请大家来一起监督市政 来看看到底是要怎么做 其实我想在这边 这一次我也收集有蛮多资料的 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整个 我们林市长上任的时间 他是第九届的话是103年的12月25号 到我们就可以看到 到107年的12月25号 第十届是107年的12月25号到111年的12月25号 那我们看过在他的任内 我们都是大部分都被他包笔贬多 都不敢讲真话 事实上他很多的政策也是跳票 我们再来看看我带的收集的资料 来我们看看 你看这些就是他任内的时候 尤其蔡总统也给他背书 就是2017年的3月17号 我相信旺董也应该都有收集 那时候来基隆怎么宣布呢 他将用潜瞻基础建设计划中的赤字80亿 来新建我们就是展览馆 就是由基隆 栏桿到基隆的展览馆复合式的轻轨系统 可是呢 现在已经2022快2023了 在哪边这个跳票没能讲 我发觉到我们政治人物 尤其民意代表监督是不分党派的 结果我没有看到任何民进党的人出来 向我们基隆市的说声道歉 包含市长任内的时候 林市长任内的时候有过货柜场换大写城 这个也是跳票的 对不对 还有他的山海串租的缆车也不见了 这些都没有看到任何民进党的任何高层市 甚至民意代表出来为我们这些来说 基隆市说声道歉 后面还有我想我再补充了 这等于是说他还有我们的宠 宠物银行在这边 宠物银行 等一下 宠物银行我个别再包 那里面还有 还有是什么 我就直接讲了 美术杂兰馆 提升 也提升 对 提升2亿多 也是到现在 还有我们宠物银行的改建 1亿多 包含缺失一大堆 包含我们现在的 所讲的速梯基隆塔 电梯前一阵子文化机场说他们同仁 进去里面还被关注了 大概30分钟找人家去把他救出外 我们上次去考察说电梯就坏掉了 真的啊 上次去考察说电梯直接故障 救出来 那一些基本的话 你说谁敢去标 那基本的话 那些我们去考察说要2000多 一年就固定了水电费就要2000多万 还有包含我们的文化中心 杂兰馆的提升 美术馆的提升 也是一样 这些都严重的落后 包括最近的我们城市转运站 城市转运站 我想到这个我就一肚子火 为什么 上任以后本来是说我一直在议会大声疾呼的 前台湾省哪一个大站旁边没有客应转运站 唯有台湾基隆的歧毒 它是大站 本来在我们前任市长张通龙在的时候 就已经期末报告都已经准了 就准备要实施了 它整个都隔级都已经 备用车还有现用的都已经都计划好了 南港的转运站 它也是下面转运站 上面是山坛 我们基隆本来七毒要做了 而且学者专家都已经评估好 他上任以后三个月 狸猫犯太子 请了那个李刚处长 现在是铁凯级的秘书 铁凯交通级的秘书 铁道级的秘书 把你换掉 转运站 城市转运站 那时候我在执行的时候也有讲了 我问市长 市长说你多久能盖完 他跟我说两年多就会盖完 市长我们刚才看了他的任期 我们也知道他是103年 到了111年的12月25号协认 结果这个工程是在112年的7月才完工 李当他当初103年12月25号就职的时候 我在执行的时候 他就职三个月把我换掉 等于我们推测是104年的时候 104年他说两年后的话也是在106年 结果这个工程到了112年的7月份才完工 情而以看 这些没有人出来讲话 这些是一些像台译讲的筛背 那个由我们谢市长盖瓜前收 所以我相信我们冠宇虽然说他第一届 他也认真的在监督 他应该看得出来 所以在这边很多事情啊 没有讲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我们市民好朋友 都不知道他好像翻转基隆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都不想跟上 因为不是说他不好 也有在做事 但是很多的政策他确实是跳的 是跳票的 没人要说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因为我跟耿惠一座年龄差了不少 所以其实我们两个看政治的观点就很不一样 那我是一个82年次的30岁的青壮年 那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 其实很多的不管是长辈还是青壮年都很有感觉 是说如果说我们希望一个民主社会是可以 可以好的 他发展方向是对的 那其实是民意代表或是政治人物喊出来的事情你要开始往前做 那甚至是说他要能够回应到我生活中很多的痛苦 就是不然我们其实也会纳闷是 我为什么要去选举 我为什么要去每四年每两年就要去投那一张票 就我投票然后呢 如果我生活没有改善的话 其实不会得到任何回应 所以你就会看到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中壮年 就我们越来越不喜欢投票 因为你会看到他就像跳票了 他不会有任何的政治后果 他跳票了 就是可能就是同党籍的议员或是立委会帮他 帮着他解释会有很多理由 但是没有办法面对一件事情就是 那你跳票你要不要认真回应这件事情 并且跟大家道歉 我觉得台湾人很善良 所以如果说这些这个政策在推动上有问题 大家可以理解大家可以讨论 但如果说你是一昧一昧要遮住这件事情 不要让破洞跑出来 那洞子会越来越大 那我接下来就要开始谈 所以我们要先来看看 这冠宇玉座他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上 帮我们的青年来说话 基隆市议员陈冠宇 引用近来内政部长也是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针对年轻人买得起买不起房子 引发争议的新闻 咨询市长谢国良 针对房价居高不下 年轻人买不起房该怎么办呢 基隆市长谢国良答寻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表示 应该要尽量不要盖豪宅 多规划小坪数的房子 特别是未来基隆捷运开发过程中 周边可能有许多共购的地都应该这样规划 可能有抑制房价飙涨的效果 协助让年轻人买得起房也方便通勤工作 至于您讲的这个房价 长期来看我们的确要想办法控制 那要怎么样控制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盖豪宅 那怎么样不要去盖豪宅呢 我有一个理论你听听看 就是说这个要跟都发出一起讨论 因为这个目前没有现有规判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地政府要释出的时候 他应该是要画小坪数的 他不要去做那种大坪数的 为什么 因为小坪数的都是我们小资 都是我们很多薪水阶级工作组 大家买的房子 可是如果你把你没有设计 这个建商他们在规划 他们的整个建筑量体跟内容的时候 他就是往大坪数的规划 那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飙涨空间 那当然如果是他们的地 我们就必须要比较尊重他们的规划 可是未来整个在捷运的开发过程中 我认为会有很多供购的地 或者是政府可以依法取得的 我认为应该要去考虑 让更多的薪水阶级 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来买房 那要来买房 要买什么样的房 就是这种比较小坪数 真的耶 这就是我们青年族碰到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同样身为年轻人的冠宇 其实最能感同身受 听说你到现在不敢结婚是因为 有个标准在 我们来请教冠宇 好 我在八月那时候会 议会开业的时候 我公开讲过一句话 就是我跟我女朋友 已经从认识到交往 已经大概八九年了 然后这其实就是 很多人会认为我们该结婚的一个时间 然后会说 甚至会有人说 你早该结婚那种还不结 我那时候在议会讲说 如果基隆的房价开始掉 我就结婚 那时候是全部的议会同仁跟局长都在 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非常困难 就是刚刚耿惠一直有提到一个是轻轨的政策 从轻轨到后面莫名其妙升格成捷运之后 在轻轨捷运还没来 有一件事情先来 就是基隆的高房价跟高空污率的时代已经来了 因为随着捷运那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两个刚好在七土区跟暖暖区 捷运一旦宣布之后 七土跟暖暖的房价一直往上飙 飙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传闻 从大的健身公司乃至到一些黑到灰到来地方圈地的鬼故事 那些都是在都在土地的就是整个土地上涨之后的利润 但这件事情最剥夺的是谁 最剥夺的是一直不断在通勤的地狱中苦难中盘缓的夹缝中的年轻人 我们没有办法离开通勤的地狱 甚至我们会连房子都买不起 有件事情带大家来看一个 就是这都是透过联合报 然后整理出来的几个表格 来这个是全国的状态 我正要问大家就是 不管是观众朋友你自己的小孩或是你本身 你觉得你现在的平均薪水有到四万一千三百五十七吗 当然不会有 原因是因为 这整份中央的季度要在算的时候 只有一种行业是不断在上涨 就是制造业 所以今天我如果是我是服务业 我是公司员工 我是基层员工 我的薪水涨幅根本没有那么快 那剩下你再来看下一件事情 来看这个 2021年15到29岁的 我们认为应该是国家栋梁的青年 他每个月的工作收入调查 你看他在2万到3万 2.5万到3万之间的有接近三成 剩下的就是你看占绝大多数一半 他的薪水都是在3万以下 好3万以下薪水好像好像好像没有到那么的 那么的少有没有到那么多 再往下看一个数字 来全国的房价所得比一直涨 你看从2021年一路飙飙飙飙飙到现在2023年 我们要不吃不喝接近10年 不吃不喝10年我才买得起一栋房子 你认真问就是会有多少年轻人会 还有办法对这个社会有期待 然后很多人会骂青壮年 就是比如说我们是草莓族 我们不存钱我们不结婚之类的 但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不结婚 为什么我们想要我们也想要一个好的生活 但如果说今天整个从政策开始 从中央内政部部长说我们买不起房是没有规划 从立委不监督就是我们的房价问题 然后乃至到去年的时候我们提过一个案子 直接被错掉叫做友善 那时候有王省之议员陈维中议员跟现在担任民政处长的张渊祥议员 我们提了个提案叫做友善青年三件 其中就包含了高房价高租屋以及贫穷这三个问题 结果案件根本提不出来 直接被前市府给戳掉 我们没有办法送到议会 直接被说我们是要调涨税收增加民众的负担 但是认真问 你再往下看一个数字 全国低度用电使用房屋 基隆一直在全台的第五跟第六 什么叫低度用电 就我们俗称的空屋率 基隆市的空屋 基隆市才那么一点点大 我们的空房子可以维持全台前六名 我们在全台前六名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六都 因为我们很多房子大家买不起 或是投资客买了他抓着他不卖 又或者是建商盖了他等着卖谁 等着卖双北过来的台北客 那认真问 请问基隆不断在通勤中盘缓 盘旋中没有办法脱离通勤地域的 轻壮年中壮年我们到底该住哪里 再往下看一个数字 这也很可怕 我自己现在在暖暖租房子 因为我买不起房 暖暖的房价因为刚好提到 就是捷运一来之后就哇 这会长得稀花了 另外一个连中央到内政部都不愿意看见的 就是租金 租金像比如说我现在租 我现在好险还有找到包租贷管社会住宅 所以我有租金补贴 租金补贴现在中央在撒钱 说我提高了300亿的租金补贴 但租金补贴一直有个争议是 如果你的房东怕被查税 他不愿意给你申请 你敢去申请吗 你就要冒着你会被他赶出去的风险去申请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租屋主 我的房东非常友善 但房子不是他的 他很担心他妈妈会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房东花了很多力气说服妈妈 妈妈就是不要怕被查税 所以租金一直在上涨 比如说现在你要在基隆市租到一间套房 他可能已经要一万块一万二 你要租到一个家庭式的 一万八两万块跑不掉 好租金都知道了 租金我可能就要抓一万块去付我的房租 我的月薪可能三万 我只剩下两万 两万我要存钱 我中间我要通勤的成本 通勤成本我可能就要花两千块 虽然现在有1200 我剩下一万八 一万八我要吃喝我要睡觉 我可能一万块就不见 我剩八千 请问年轻人中壮年不用过生活吗 好再往下看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我会叫做基隆青年多头烧 基隆的青年我认为是全台湾最特别 另外一个可能跟我们比较接近是桃园 因为我们的通勤是我每天可能六点 六点半出门 我要赶九点到公司 然后我一路上班加班可能到晚上八点 晚上八点就要再搭车 然后现在随着1200政策撒下去之后 造成一个很大的后果 很多人都去搭国道客运 因为票价变很便宜 但国道客运又缺司机啊 所以他的班次成长速度很慢啊 所以第一 我没有办法在以前 就可能等一班两班就上不了车 我可能要等到第三班车 我才有办法上得去 所以我光等车时间 可能会从15分钟 15分钟增加到半小时到45分钟 请问等车算不算通勤 等车当然算通勤 没有一个通勤组喜欢等车 你看我八点下班 我等车可能要等到45分钟 可能要接近9点或9点半 我上得了 对我才坐到车 我回到基隆几点 我回到基隆可能10点要半了 好我一天的生活 就是6点半出门 10点半回到家 我了不起休息两个小时 我12点以前得睡觉 因为我隔天6点要出门 多头烧除了经济上跟心很累之外 我的爸妈如果老了 他谁可以照顾 我那时候在基隆市 我从上一届林荣昌实习 王行志议员在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讲说 基隆市有一种很特别的长照现象 我们叫做类独居 什么叫类独居 当我的子女花了一天超过12小时 都在外面工作跟生存的时候 请问谁可以照顾我们 我今天我过年纪大我70了 我可能我连申请长照让居服员进来 但居服员没有办法待整天 那我的父母如果年迈了 他们可以去哪里 过去长照政策有任何的改进跟检讨吗 没有这件事情我相信 耿惠一座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都很关注长照的议题 老人老了怎么办 青年怎么接得住 我如果又生小孩 我的育儿支出增加 我的薪水如果只有三万五 我每三万或三万五 我八千块我还要养小孩 我还要付学费 我还要找保姆 请问谁可以帮我 这都是亮点建设造不到的地方 但这正是中壮年轻壮年最痛苦的地方 是真的就是政策的关系 来造成了现在民众普遍 年轻人普遍的行事 我们要请教肯慧一座 我想刚才冠宜也说了很多 也很清楚 那有一次我一直在问 这么优秀的冠宜 跟他女朋友 已经也相处大概 相处大概九年多了 我一直问他说 很好奇这么优秀的这一对 冠宜什么时候结婚 他说不敢结婚 为什么 买不起房价 买不起房子 所以都不敢结婚 那这个让我感觉到 为什么台湾现在走向 这个少子化 当然老人化是一定的 他们严重的整个承受的压力 真的我们可想而知 那又一方面薪水低 那我们任何党派在执政的时候 你明知道这个政策已经都发生了 为什么没有提出一个方案出来 举例来讲 你在最笨的话也要写新加坡吧 多盖一点国宅 让这些年轻人不要是考虑到 要买房子 甚至让他住一辈子 房子坏了 我家来修 让他敢结婚 薪水提高 有什么办法去引进产业进来 让这些 中壮年还是年轻人敢结婚 不要说 你看像我们冠宇这么优秀 我一直说 你趕着 到底八九年 不过对于女方的话也要有所交代 所以他说他不敢结婚 这个也不能怪他 因为买不起 所以这种种的话 我想 我们任何执政党的话 你们真的是不能只光讲 不去做 而且这些已经明知道少死化 会影响到国安产业等等 那你们又不好好去规划一套的 有系统 让我们这些年轻人敢结婚 敢生子 是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也要很诚实跟大家讲 就是 我今天有穿 我今天换了一件背心 就是刚好有另外一个是我的老师 就是之前的议员 王兴之王毅 王毅作 那 醒之会决定 应该说被气到出来参选立委 真的很多一部分是因为 我们身边的工作伙伴都很年轻 就是平均的年龄 大概都在四十岁以下 其实大家的痛苦都一样 就是我希望有一个就是 可以降低我通勤负担的程式 可以让我好好上得了车 我希望有一个可以让我买得起房的程式 我的空房率 有人在囤房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我希望我今天我就算薪水没有办法提高 但至少通勤顺畅了 回家我可以好好照顾我的长辈 或是我不在家 但长辈的照顾有人可以帮忙 但这些都不是市议员可以做 如果说一个执政者的市长 他没有办法破例的宣布说 我要去处理空房率过高的问题 或者像刚刚耿惠一直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要多盖社会住宅 让大家买不起也租得起 那这件事情如果市长不愿意面对 那就立委要在中央开始使力 跟争取预算跟资源回到基隆市 因为基隆市一直到今年的统计 我们都是全台通勤比例最高的县市 有接近三成的人 这些人都在外县市生存 但他们很可能回到基隆之后 房子也买不起 也不敢在基隆成家 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跟我同年 他不敢交女朋友 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时间跟他的女朋友相处 我们光通勤的时间 可能一天就会耗到我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我如果又塞车又等车 那我到底有多少时间 可以跟一个异性好好相处 所以弄到最后 基隆市还有另外一个第一名 是我们是全台出生率最低的县市 我们不敢结婚 不敢生小孩 然后在房子也买不起 通勤又困难 这些处境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好的政策 让我们可以开始感到期待 是真的是要有好的政策 那我们的耿惠一桌 其实长年来 一直在为民众争取的是一个 商港建设经费 我们要请教耿惠一桌 跟大家谈谈 这一件事情的发展 我想有关商港建设会 我在这边特别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可以 我也带了一些资料 商港建设会 那个老婆 就是 我想我们可以看到 从我们84年至90年 我们商港建设会一年一年 我们还有23.22亿 就是说从84年至90年 在我们的税出 它是我们当初平均的税入就是122.56亿 占比例我们的税入平均的比例 就是18.95 那加入WTO以后 现在港工建设会 所谓的商港建设会也没有按到 从91年到113年 就是按一般的补助款金额来补助 加上就是我们港公司 港务公司的分配额 就是等于一年才有8.01亿 那在这边我所要提到的 特别提到的 任何我们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执政 你们在这个对于我们曾经是一个 世界港口的我们的所在地就是基永港 这边的话是公平吗 一个差的对于我们税收就是补助的话 一年就差了13亿多 13亿多给我们地方上建设非常好 一年一年那一个市长的话一年一届四年的话 就是五六十亿的可以用 我们一个小公园的话 就我举例来讲就是太阳公园 他一个公园里面又是太阳里 现在在我们上是一个大里 结果一个里面的公园的建设 一千两百万还要到内政部排队去报告 我们要争取这个经纬 你说情而以堪 如果比一比世界级的 你在地图上还看到我们基永的国际港 曾经是一个让带动的我们前台湾省的第一个三港 沦落到现在三不像 又不像游轮港 也不像我们的霍印港 然后又被世界影响 这个我想任何党 尤其这国民两党真的 若是我们金国先生在的时候 他一定对这两党已经要打屁股 为什么 都没有好好的尽心尽力 当初在七十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深港计划 沈水港 若是资料还在的话 没有被烧掉的话 七十几年在的时候 我记得好像在十几年前 我来这边讲的话 我有把那个计划交通部的 就是金国先生在的时候 有只是要做在外木山 外木山是外的的时候做个三港 做个三港计划 深港计划 假设都是说你真的是选总统的时候 这两个现在又要选几了 我希望你们隔级放大一点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还是民众党 还是我们的郭总裁 你们要选的话 希望总统当总统的当立委的要有隔级 一个城市尤其是在世界级的港市沉默以后 你们的执政当即就要准备重新在兴起的时候 不应该把它没落下去 这样对不起金国先生 当初在的时候 若是他深港计划都是做的话 举例来讲 我们周遭的台北市首都 他只有机场没有港口 若是说港口机场一起深港计划 把它做在一起 非安没问题 把周遭的包含台北县的汐止 周遭的五个乡镇 遍入我们大基隆市 首都有机场有港口 机场废掉 把它那边弄一个厂办公司 那边可以招商多少 那边都是房金地带 可以省多少钱 那些钱拿一半来的话 弄深港计划绝对够 其他的拿来建设 我们台湾的一些其他各县市的建设 就不搞 每天都弄那个小鼻子小眼睛 那个疫苗也要三十年解冰 他才能解编 那一些五院都是操口 都是操控 还有媒体也是掌握 那些不能查 那些不能查 全身不是那些年轻人出来讲讲 讲真话 还是被搜 搜搜的 被搜寻的 对啊 我想这个 我想商感建设 我想这个 跟我们未来的整个西洋市 都有关系 所以说马上要选取的 我也希望 这些我们以重心肠的 再次建议这个 要选的这些总统 你们真的隔级要放大一点 不要真的是哪一档执政 一个国际港 都搞不好的 你们整天到晚都是想选总统 这个一个港市都搞不好 国际港 所以对不起西洋市民 然后一场 是就是政策跟经济面 这部分 我们要请教一下 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也要很诚实 跟观众朋友 大家报告 这个事实一直都在发生 就是大家都会感叹 基隆又老又穷 但我作为一个民意代表 更要说 基隆基本上 以目前的中央法规 我们是难以脱离 又老又穷的命运 几乎没办法 他就像命定说一样 为什么 在刚刚耿惠一座提的 上港经测费 从突然莫名其妙收回中央分配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更可怜的 大家都会有国税 中华民国万万税 我们交了很多税之后 这些税会有一部分 从中央再分配到地方 基隆市是一个我们的市政预算 有接近七成 甚至有时候会超过 都是要仰赖中央预算补助的城市 所以我们的我们真正可以地方税子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少 那如果今天中央分配的钱也越来越少 那我们就会越来越穷 但真的会越来越少 原因就出在没有任何一个党籍的立委 愿意去提出财务划分法的修法 财化法它攸关到一件事情是 国税怎么重新分配到地方 现在的分配有多荒唐呢 六都六个县市会拿走超过33%的税收 16个县市我只能去争取 那大概是我大概是七成 接近七成的国税 那这个时候16个县市又要去竞争 其中一个最大竞争的项目是什么 是人口数 如果基隆市我们因为出生率最低 然后人口又超高龄化 慢慢慢慢离开之后 或搬走之后 人口数下降 分配的就会越来越少 可是就像刚耿惠一座讲的 基隆港就在基隆市 它造成了很多国税的产生 但是造成很多负担在基隆 我们的货柜车常常在基隆市区跑来跑去 高速公路跑来跑去 邮轮货轮造成的空污 货柜车的空污留在基隆市 也不只是商港造成的负面效果留在基隆市 基隆市作为一个慢慢被双北市或北北逃边缘的县市 我们有各种灵币设施 我们有分化炉 我们有掩埋厂 有就是灰扎底扎掩埋厂 我们有越美土资厂 越美土资厂 它收的是超过六成都是双北市的土方 这些三大东西三大灵币设施全部设在基隆市 我们一直在承载双北市跟桃园的压力 他们把不想要的放到基隆 我们想要的都在双北 那请问中央会看到基隆的困境多给我们一毛钱吗 完全不会 就是16个县市去分7成的国税 然后大家去比人口数 这没道理 但现在如果说今天 我的老师真的有办法把它送进立法院 王景致送进立法院 我们作为一个无党籍的立委 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的对待 基隆市承载了就是我光发电厂 承载了整个北台湾发电空物100年 我们从北火到深澳到现在的四街 到四街还要将基隆港灭港 强硬的填海造地影响基隆港的进出 还要牺牲我们一堆我们的美丽的海湾资源 跟外幕山的资源 这根本没道理 重点是协和电厂转型之后的空污率 空污排放量是我们的三倍 这有道理吗 那都是需要有总统候选人 跟立委候选人来表态 请还给基隆人一个公道 是真的就是让大家看到 其实地方民众最需求的东西 然后做出正确的政策 当然还有经济的问题要来解决 那当然生活在基隆 其实民众有跟民众息息相关 然后很感同身受就是交通的问题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七堵区每到尖峰时刻都会塞车 那怎么来解决呢 是否有办法 为了疏解中山高速公路 北上七堵路段下班尖峰时段的车流 吉隆市政府交通处将提案给中央 泥在七堵段大华系统交流道 或是五堵交流道增设一条北上渣道 出口处则是在俊贤路七贤桥 现有六二快速道路渣道旁边 或是百福社区实践路百福公园一带 并且召开唯一一次地方说明会 亲自出席的七堵区三位市议员张耿辉 曾宜芳以及副议长杨秀玉的看法各有不同 张耿辉认为中央不应该画饼冲击 应该在十八标直接延伸一条渣道下七堵才对 我希望中央要解决啊 不是因为要议算要消化 还是画饼冲击啊 你给人啊 需要什么杂道的一款 今天你们敢说那个杂道做了七点钟以后 高速公路不会再塞吗 你若是说不会塞后 你在议会也提了 希望十八标延伸 我们要去林口内湖直接十八标接 今天你要做杂道 十八标延伸你要杂道下来啊 你干嘛用去东西 为什么不弄十八标延伸啊 根据市政府交通处的规划 如果北上扎道设置在郡咸路七咸桥这个方案 预估扎道长度七百公尺 施工经费总共十三点三二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十点五分钟旅行时间 如果北上扎道设置在百福社区实践路 预估扎道长度三百八十公尺 施工方案和经费有两种 分别是七点五七亿元 以及九点六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七分钟旅行时间 真的就是要带大家来看看 这个民众深切痛苦的地方 现在的规划是这样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梗惠一桌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解决 我想有关这个疏解我们整个基隆市的交通 当初就是林市长要卸任之前 我相关于也很清楚 大概花了大概150万的规划 临时做一个规划案 之前都不做 然后我那时候去参加这个索品会 我说是要画饼冲击吗 你们要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 我就给你们规划 结果这个规划三个方案里面 又是最省钱的 我们基隆市好像是三等公民 在这边我在 这一直在大声疾呼的 我也跟市长 那时候林市长在的时候 你跟中央你是上打天梯的人 你有什么事直接可以向你们蔡总统反应 我说你找个时间真的要解决 基隆市的交通问题 我请你们不要联合警卫 最多是一两步开前倒车 你跟行政院长交通部长 七点多的时候 七点上高速公路 上上上到北五堵五堵汐止内湖 绝对稳筛了 你就知道怎么处理来 我们基隆的交通问题 我也在议会提案 希望能够高价分流 汐止收费站废掉的 我们18标 那边直接下来汐止 你有开车的市民 冠宇应该有开车 我们不用 你的汽车 我买不起 他买不起 我说有开车的市民好朋友 你们应该有同感 汐止收费站已经废掉了 你直接汐止18标不要下来 那种双向的 直接要到我们基隆 直接开 从18标下来 到我们基隆 你刚瑞宾啊 基隆啊 还是万里啊 直接就看你要往哪一条 那我们 这边的话 早上要去的话 要往林口内湖的 直接 18标 去接18标就好 不要走底下 走哪里 走到中山高一定 稳筛的 筛在五堵 细子 内湖地带 每一边七点 我们基隆市要上班族每次要避开这个塞车槽 都要提前半小时起床 避开塞车槽 这也说过了 结果我们三个方案 这个是钱是比较多一点 一百零几亿 他就不用了 就用七点多亿了 这不是解决 基隆市的塞车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碰见马上又要嫌疾了 专家要搞 锦子你要跟锦子讲 有机会上中央去的话 真的要为基隆市 长期来这个塞车之苦 一定要解决 那不是说化病冲击啊 还是放屁鸯狗心啊 放屁鸯狗心 我们老义员实际上讲 有义员已经上天了 他实际上讲我就问他们 为什么叫放屁鸯狗心 第一叫放屁鸯狗心 就是当一群狗在饥饿的时候 你在中间放个屁 他们也闻到好像有吃到 安慰一下 就是意思一样 所以说我在这边啊 真的诚恳的呼吁 我们有权力决定的 好像这个八堵那个杂道啊 这个现在已经由铁改级的 由交通部的报到行政院核定 那这些我想 我们基隆市来讲的话 一个是帮他们办说明会 现在这个案子 又等行政院来核定 那我是希望不要浪费钱 要嘛你就真的是有解决 我们基隆市的交通问题 前政府是刚发生的 发生什么 现在还在还没验收吧 在那个系纸交流道那边啊 郝大鱼啊 不是那时候郝大鱼崩塌吗 造成了三个限制的交通大乱 这个就是显示扩宽 你那道路的扩宽的话 没办法改 没有办法解决一定要高架分流 一些车流量 那一次发生这种事呢 我们冯七长说 哎张一言 现在可以验证 你上次在议会提的那个案子 高架分流的案子 扩宽没有用 塞车而已啊 都同一个路了 所以说 你的老板也要有机会的话 跟他建议一下 要高架分流 钱要花在刀口上 如果是真的是还 真的能解决的话 我真的退出政党 都是不能解决的 现在的方案 这有现在的方案啊 你那高架分流的话 你只是扩宽的话 你能解决基隆市的塞车问题吗 说不要骗人的 不要安慰我们 我这里面吵我就给你做一条 我是对于这个本案 我真的是 真的满肚子的 我也提案了 在那边也建议我们市长 有机会跟中央立委 我们中央立委 所以我反正也要卸任了 他有去不管那么多的 对不对 这些也跟讲过 难道他不会去收集资料吗 难道他们不会去看电视吗 难道他们助理 不会去收集地方上的名义吗 我想不是的 我这边在诚恳的邀请 要建议我们中央 真的要重视我们基隆市市民的心声 好不好 这个每天这么塞车 那些上班族 通勤族 还有那些客运族 都会塞车 是 真的 就是要注重在地民众的信神 除了这个塞车的问题 要解决之外 另外要行的安全 我们一块来看看 冠宇在针对这个 越美土资厂将恢复营运 所提出的要求 民国108年底停止营运的越美土资厂 基隆市政府已经在111年底准许恢复营运 不过因为涉及到土方车会行经暖江桥等安全问题 因此基隆市议员陈冠宇特地邀请市政府都发处交通处公务处警察局第三分局 交通队暖暖驱公所以及过港里长等相关单位人员一起到暖江桥现场会刊 并且开出三项条件 我们一直在要求就是三件事 第一个是基隆市政府到底怎么有效取递跟避免 扎实车在尚未开放的时段 在新隆街远远路的超速行为到底怎么取递 真的就是要安全还有干净 我们要请教冠宇 其实刚刚耿惠一座讲那个我是真的很有感 因为 我相信越来越多人会选择支持无党籍的候选人 那原因没有其他的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包袱 像我刚刚讲说就是当国税的分配方式有问题的时候 为什么党籍议员不敢提 我如果说今天我是一个基隆市的立委 我要提这个修法 那我隔壁台北市的党籍立委 隔壁隔壁的新北市的党籍立委就来说 你那个基隆市那个小地方 你提这个你这样会影响到我的税收 那他这怎么提 他提案根本送不上去 可是你认真看 全台湾只有那六都会越来越有钱 16个县市越来越贫穷 大家会不会很痛苦 大家当然很痛苦 立委也都知道 但如果今天全部都卡在党派竞争之间 没有任何一个无党无派为人民着想的角色 开始出现的时候 永远没有办法促成这个修法或提案 那这个就是把王景之送进立法院 真的真的他该做该认真推的事情 我如果交通要改善 或是我刚刚讲的 基隆市承载了双北北陶另外一个零币设施 就是越美土之厂 我们承载了那么多的就是这些废土都有 超过六成都有双北去送进基隆市 大货车塞在暖暖区 大货车造成的交通风险塞在暖暖区 他的空污等等也都是暖暖区在承载 甚至他造成的桥梁 我们的暖江桥到越美高架桥的桥梁隐忧 道路破损也都是暖暖区在承载 大货车进来 沙石车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出入 我们要出去通勤的车辆受到影响 也都是我们在承载 当区域不平等这件事情 没有人开始要求的时候 全部放在 因为他同档我没有办法提 我提了他就会告诉我不能提 全部都是党派利益之争的时候 我认真要问 年轻人真的要问 我到底为什么要投票啊 我投票不就是为了生活可以更好吗 甚至像比如说十八标这案子 提多久了 但是如果今天 因为我不是党籍的立委或议员 我提的需求 没有办法被妥善评估的时候 永远都在画饼冲击 塞车谁不痛苦 甚至现在1200上来之后 我们的大客车增加了 又塞在路上 然后大家通勤时间变更久 然后通勤会 我通勤时间变 塞车最痛苦是什么 你知道吗 最痛苦的是我担心我会迟到 因为我的通勤时间没有办法确定 我可能以前 我搭6点半的车 他可能8点半可以到 但一旦塞车我可能接近9点 我接近9点我要进去打卡 然后我还要买早餐 我还要买咖啡 甚至有些早上主管交代东西我要准备 我都没有时间了 我的早上上午精华时间就塞在客运上 这谁不痛苦 他该不该面对 他该面对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没有包袱的人 作为我们的代言人 在中央要求内政部交通部行政院 为基隆人着想 为基隆人发声 是 真的就是要为基隆人发声 那当然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基隆捷运这个议题 我们要请教 先请教肯会议座好不好 就是跟大家谈谈看 我们的基隆捷运到底要怎么做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捷运 我想谈到这个捷运 这个98年 这个是庆贵了 庆贵延伸机 这个我看过 这个捷运 那之前的话 因为我是第六届 之前就有讲 现在这次课行器那时候做评估 我讲一讲讲一讲 现在又来了 现在我们 据我了解 据资料的收集 捷运总共这一次 八堵到兰坎展览馆 总共有十三座 四三站 八堵到七堵四站 就是高价 然后就是其他就是到我们北乎土研发新市镇 再转到我们汐止那边 总共全长的话 我想就是 15.59公里 都13站 13站 这个来讲的话 当然经费的话 总共当然我们 据我这个了解的话 我们这一次原本是17亿多 一直在往上涨 现在就往上涨 大概53一个 53 61 61 我们要负责的 63.86 这个我收集的 差这么多 未来这个 最主要营运的那些来源 科研的来源 你想我们基隆市来讲的话 若是没有其他的 可以吸引人家来 我们基隆的话 下面来 就变成蚊子 蚊子站 早年的高雄 就是变成蚊子站 你看 周遭的没有任何产值的话 怎么结印 所以我们扣掉刚才讲的 客运的 自己开车的 还有坐火车的台铁的 我们到底客运有多少 能够去做这个结印 周遭没有产值的开发的话 我想的未来真的 若是我们市政府自己来负责这些营归的话 来平均的话 会不会影响到财政 一定会的 所以这些 当然前一阵子在谈这个问题 我们迟早之前就讲 你们要未雨绸缪 我已经讲多久 十几年了 一二十年了 结果现在要坐结印 周遭都没有任何产值 你只是说一个站在那 村子都没关 那也要接驳 也要转印 不然那些下车 坐火车的直接就跳下去吗 不可能啊 他还弄个站体啊 全台湾真的没有捷印障碍 站体的话也要有转印 也要有接驳 那周遭的 现在几年了 要几年做完 然后未来的营运问题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基隆市 跟中央的 要好好的深思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已经由交通部 报到行政院准备核定 那这个未来的话 你没有产值的话 做这个的话 你要中央一定要全力的来配合 我们地方上的发展 全力经费来挹注 不然没有产值 只是空空荡荡的 未来的一些盈亏 其实捷运这件事情在 你回到通勤族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 就会觉得 就两个字啊 悲哀 真的悲哀 就是通勤族一直在问的就是两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是 捷运盖好之后 我的通勤到底会不会比较快 比较稳定 以及捷运盖好之后 我的通勤费用会不会比较低 现在当然有1200 但是我们不知道1200就是未来可能明年到底还会不会有都不知道 前天大前天交通部部长才说1200的补助全国补助根本不够 所以中央得再补更多钱 甚至地方要负担的费用得再增加 那这种事就真的很穷啊 我负担得起吗 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捷运在突然变成捷运之后 我就一直在讲说捷运还没来之前房价就先涨 房价先涨之后就是大家的生活压力更大 所以那时候在谈房价争议的时候 在五月国粮市长有一个算是他的发言 我希望是承诺 就是我很喜欢 就是希望未来小家庭中壮年可以住在捷运周遭 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非常好 但你摊开整个捷运规划 像刚刚耿惠一座问了很多根本的问题 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捷运是这样在盖 因为捷运作为一个超级重大轨道建设 它会经过可行性评估才有办法进到综合评估 可行性评估我们的基础就是刚刚耿惠一座拿出来 我们的捷运可行性评估是种轻轨的版本 所以第一个工程经费到底会多少钱 没有人知道中央说不准 然后全台湾物价都在涨 尤其是工程的钢价涨非常凶 第二个捷运盖好之后或是开始盖的时候 基隆市要负担多少钱 没有人知道我们从17亿 更正从一开始林又昌前市长说 基隆不用出半毛钱 因为我们在帮大台北地区解决问题 帮花东轨道解决问题 到变成17亿到变到现在63点多亿 对53点多亿 还有土征费 土征费加起来是61亿多了 这些都是110年跟109年的规划 那请问动工那一刻我要负担多少钱 未来还有物价上涨 然后更严重的是你看前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侯友宜总统候选人 来到基隆市喊一句话 新北市出钱盖 我真的要问 请问新北市政府 请问侯友宜总统候选人 所有总统候选人 你们该喊的不是谁盖 而是中央直接盖 中央盖捷运 中央补贴所有的亏损补助 你看全球只有7个捷运系统有办法盈利 其中一个非常幸运在哪里 在台北就是台北捷运 但台北捷运经营了几十年 台北市经营几十年 才有办法把一个捷运转亏为盈 慢慢开始赚钱 你看现在的桃园捷运 台中捷运 高雄捷运 六都的捷运量全部都亏钱 我基本上是 现在财务划分法 中央给的钱不会变多 只会更少 然后我还要负担捷运的亏损补贴 甚至未来如果捷运设备坏了 硬体设备坏了 我要不要分担 我当然要 因为捷运好像是我在用 但是通勤族到底会不会用捷运 没有人知道 因为可行性评估 从财务规划到刚耿惠一座问的 转成的问题怎么转 不知道周遭有什么设施 不知道 或是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不敢说 也不愿意拿出来说 还是那句话 全台湾没有捷运这样在盖 如果铁道局 如果这是民进党当初喊进来的政策 麻烦 请喊出捷运中央盖 中央负责 把基隆捷运盖好盖满 并且负担我们后面非常庞大的亏损补贴 这同样也是我的老师 就是目前的无党籍立法候选人王醒之 他必须要在立法院极力争取 因为基隆是真的养不起一条捷运 是真的经费问题是捷运最大 所有的民众市民朋友最担心的问题 那我们时间快到了 剩最后两分钟 我们请两位异作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没有什么话要再跟市民朋友说 先跟回异作 我想借这个机会 还是在此诚恳呼吁 我们不管是要选立委的 还是要选总统的 确实是把这个心 摆在我们台湾2300多万的市民的身上 极力尤其是基隆 一个港公间 刚才我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半天 就是财化法 对于县市所在地 港口所在地的县市 非常非常不公平 还躺在立法院躺多久的 还有第二点 我们基隆市的交通问题 你们有没有平心 不管是你有没有当过立委还是现任的立委 真的有没有好好的用心解决 基隆市的到底交通问题如何解决 第三点 我们的休闲的串联问题 脚踏的步道5.4亿而已 搞到你们最好的完全执政 搞到现在还缺少3.6亿 我们基隆市是次等公民吗 一个小小的让我们串联到淡水去 也要等这么久吗 以上 是 关羽 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30岁年轻人 我是真的很期待是 我们投票是有价值 我们投票可以选出一个 虽然他可能有时候 我们都知道政策不会是一帆风顺 但你跳票你遇到问题你要诚实面对 那就跟所有的市民报告 并且有勇气的承担 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无党籍工作者 就是坚守的准则跟价值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 我们无党无派 没有家族 我们就是为基隆人 为基隆市着想 基隆市当北北桃的这个边陲县市 或是这个卫星城市已经当了一辈子 有多少基隆人从以前的 以前的市港的繁华港公圈 然后到现在 那中央才华法必须修法 我们各式各样放在基隆市的零币设施 焚化炉土资厂 这些发电厂 都必须给基隆人一个公道 这个是无党籍的立委候选人王醒之 他认真在面对 也是我作为一个无党籍议员认真在面对 是今天非常谢谢两位一座 带大家来看到这么多很根本的问题 相信我们就是追求我们基隆越来越好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